疫情仍然严峻 国际旅游市场低迷 却传出日本航空旗下的联航Zip Air 年底将加开成田飞桃源航线 也成为去年至今 唯一一家在台湾开拓据点的航空公司 专家分析 业者是在布局疫情后的市场 尤其受到疫情冲击 不少廉价航空纷纷倒闭或停飞 腾出了进场空间 但想在这个非常时期开航 不但考验业者承受亏本的能力 未来民众的旅游成本 可能也会提高 就算是联航 也很难回到疫情前的票价 机身外观走简约路线 内装则彩全黑白色调 不仅质感升级 机舱更设计可全平躺的商务舱座位 颠覆外界对于廉价航空的印象 日本航空旗下联航Zip Air 传出要加开成田桃源航线 预计年底有机会开航 成为去年至今唯一一家在台湾 开拓据点的航空公司 因为这时间在卡起来之后 日后可以一直去使用 一直到除非它有特殊的原因 放弃或是停飞 如果疫情趋缓 然后大家重新旅游 跟商务的旅行重新开启之后 这条航线可以预期到 可以提升航空 可以带来不少的客源跟收入 Zip Air目前已经有飞首尔曼谷航班 预计再加开新加坡 檀香山航线 年底更渴望来台拓点 专家认为业者开航 动作频频是在布局疫情后市场 看看国内廉价航空 从2019年全盛时期有多达23间 到今年7月剩下期间 疫情加速连航停飞倒闭 也腾出了进场空间 不过想在这非常时期开航 考验航空公司承受亏本的能力 全球疫情仍严峻 国际旅游市场低迷 日本连航抢先卡位等复苏 只是就算是连航 未来旅游成本恐怕也很难回归疫情前 出国荷包还得准备构深才行 就论陈清顺 他不懂 他不懂